中国大陆辅州爆炸案的钱明奇生前与区长习东森通话录音被曝光 让海内外关注这宗案件的有关人士听到了钱明奇选择赴死前的真实心声 同时也把人们再一次带入这起悲剧中去体悟中国百姓的现实处境 事发前 钱明奇通过微博透露 前江西省辅州市临川区纪委书记习东森非法征递给他造成200多万元经济损失 十年来 钱明奇向多方诉求至今没有结果 在他与现任区长习东森的通话录音中 钱明奇表示 已经没路走了 在通话录音中 习东森再次要求钱明奇要按照法律程序来办 我能再去年两天 我这两天我还不打算死 我手边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完 在现在我不想告了 法律程序说穿了 我没那个寿命 没那个命 走不下去 再拖过几年 你现在是平时无故拖了十年 我再拖十年 我还有还有精力 现在我就基本崩溃了 因为你没有你的权利 撑犯了我的合法利益 52岁的钱明奇以土质爆炸装置 在福州三个政府单位制造爆炸事件 这是两死六伤 他也在这起爆炸案中身亡 据知情人披露 官方此前已要求家属配合低调处理 不许按照当地风俗游街出兵 钱明奇在事发前的微博中表示 腐败根源是法官 百姓何时能判到日出 团结的力量 求生的希望 今天百姓受到的压迫 明天就是侵权腐败者的末日 不必期盼 不要等待 我会用实际行动讨回公平正义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认为 如今官僚衙门对老百姓的利益 怨气置之不理 或哄骗推诿 或恐吓打骂 或送精神病院 一旦上访就围追堵截 打击报复 使民怨越来越深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当人民没有地方说话时 暴力抗争就是唯一的手段 而香港《明报》的社论表示 日前发生在江西辅州的政府建筑连环爆炸案 只是中国近年官民冲突激化 社会矛盾尖锐的最新反应 连串的爆炸声应当给当局敲响了警钟 如果仍然沉迷于对高压守法统治的迷信 忽视社会上弥漫的怨气 戾气 未来矛盾的爆发 对整个民族的戕害将难以估量 前明期事件之后 互联网上再次出现 类似前明期的复死暗示信息 来自山东锦宁的网民 在新浪上开通微博 写道 自己在锦宁市于台县投资的厂房 遭遇强拆 投诉两年无果 我的时间不多了 不会白白的搭上一条命 也要叫那些贪官付出代价 这位网民到6月8号凌晨 共发出13条微博 其中6条文字留言 厂房遭损毁的照片 其中最后一条文字留言中写道 不是想不开和自私 而是这个世道太黑了 逼得走投无路 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 新唐人记者唐瑞 肖宇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